中方对索罗门群岛政府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表示高度赞赏 我们支持索罗门群岛作为主权独立国家 自主做出的这一重要决定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中国已经同世界178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昨天索罗门群岛以27比0的票数 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 再次充分的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我们欢迎索罗门群岛政府抓住历史机遇 做出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选择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早日融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合作的大家庭 中方愿同索方共同努力 开启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 至于中国何时与索罗门群岛正式建交 中国有句古语 刮熟滴落水到渠成 一些个别人士的言论呢 充分暴露出了他们 以己之心夺人之父的心态 当然对于那些习惯于 用金钱去买外交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理解不了 有些原则是买不来的 信任也是买不来的 索罗门群岛政府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 再次充分表明一个中国原则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势不可挡 我们相信同拥有十四亿多人口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具有光明广阔发展前途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必将为索罗门群岛带来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我们愿于索方共同努力 开拓两国关系发展的 新的广阔的前景 中方的谴责 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袭击事件 反对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我们当然非常关注 这一起袭击事件 对于国际原油供应市场 和价格稳定和安全的 这方面的影响 我们下期待的时间 谢谢观看